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有六只小蜜蜂 就是各位的宝宝 它们扮成了小蜜蜂的样子呢 随着音乐会在蹦床上跳舞 上下的跳跃 它们身上呢会有一些序号 爸爸就要看了 如果你觉得哪一个序号是自己的宝宝 就把那个序号写在自己的答题板上 如果答对了 就会得到一个大苹果的奖励 好 现在听我口令 六只小蜜蜂请登场 好 这边有一个 好 我们的爸爸们要注意了 现在如果认出了你的宝宝 随时可以把序号写在答题板上 如果音乐停了之后你的答题板上没有内容 我们就视为期权 所以认出了宝宝就赶紧写答案 宝宝跳的时候别太往前 往后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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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 爸爸们抓紧时间写啊 一会儿音乐就要停咯 好 音乐停了 所有的爸爸亮题板 好 我们这边 金蛋的爸爸给出的是三 这边是四号 一号 然后是五号 二号和五号 现在好像五号蜜蜂有争议哦 两个家庭都认为五号是他们的小宝宝 五号在哪呢 我看看五号 五号 我让他说一句话 最喜欢的人是 妈妈 最喜欢的人是妈妈 认为她是你们家的宝宝的 请举手 好 两位仍然举手 好 接下来我再问一个问题 是幼儿园的老师好看 还是妈妈好看 妈妈 妈妈 现在还认为是自己家小宝宝的请举手 你们俩确定了 是吧 是你们家的宝宝 是不是 来 看看是不是啊 来 谁家的宝宝 不是 我必须要说 你们三个家庭都是什么家长 一错错一群啊 全场两个人啊 在像看热闹一样 看着旁边的两个家庭在打架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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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果 被消化的是自己 你们家不能得大苹果了啊 现在我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 蓝色的这个家庭啊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觉得哪个是你们家的宝宝 二号 你觉得是二号 粉色的你们来给出一个数字 是吧 四号 你觉得是四号 刚才有没有选二号的 谁选了二号 哦 没有人选二号 有没有选四号的 有没有选四号的 好 这边有选四号的 确认四号是你们的孩子吗 确认 我们来看一下四号到底是谁家的宝宝 我搬着头套摘下来啊 四号小朋友是谁家的 爸爸在哪里 爸爸 好 我们的黄色没有认错 粉色 再给你一次机会 觉得哪个小朋友是你们家的 六号 好的 六号哈 没有人选六号 你们很聪明 六号爸爸 来 对了 这个爸爸呀 是长叔一口气 对不起不能获得苹果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金蛋 给输的是三号 确定三号是金蛋 确定 好 来 金蛋小朋友 和爸爸慢慢见面了 恭喜金蛋的爸爸可以获得一颗大苹果 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一号啊 来 我们看看一号小朋友 是不是呢 是吗 跟爸爸的发型都是这样的 送给爸爸一颗苹果 那刚刚呢这边啊 我们全都是错误的 然后呢为了惩罚他们 我把二号放在最后来揭露 来 我们看看二号小朋友啊 来 迫不及待了没等我问 一摘头头 那个是你的爸爸对不对 嗯 你的爸爸猜了好几次才把你猜出来呢 是 是 那有没有一点不开心 开心 哦 开心 那你开心就好 好吗 好